新北市BNT疫苗校园接种作业 9月22号期展开 新北市政府预计在9月30号前 为全市国高中职学生完成第一季疫苗接种 学生接种疫苗之后 将大幅提升校园疫苗覆盖率 孩子也可以更加安心就学 新北市BNT疫苗校园接种作业 9月22号期展开 新北市政府预计在9月30号前 为全市国高中职学生完成第一季疫苗接种 新北市政府表示 新北市发放国高中职学生意愿调查 经统计回收共有16万份 学生表示愿意接种疫苗率约为95% 如果因故无法在校施打的学生 也会由学校发送补接种单 学生后续可以择日到当地医疗院所 以及卫生所进行补接种 而为了让学生在接种疫苗之后 可以好好休息 新北市教育局也宣布疫苗接种后两日 辖区各国高中职实施线上教学 提供学生居家学习 我觉得新北市的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件事情只是再次复习 也同步也让孩子有一个复习的机会 这样子的政策 我觉得让师生都有一个 再次练习线上预备着的超前部署 我觉得非常好 学生接种疫苗后 将大幅提升校园疫苗覆盖率 孩子也可以更加安心就学 而教育局提醒 学生如果有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严重过敏反应如呼吸困难 气喘 晕眩 心跳加速 全身红疹等不适症状 因就医 理清病因 另外 如果发生急性和持续性胸痛 呼吸急促或心剂 也务必立即就医 记者生病站门起义新店采访报道 啊 好